这肥羽的外外栏呢 是白的 而且在尖端呢 有一个蜡蜡一样的 珠红色的羽毛 非常漂亮 这个一类飞鱼呢 是黑的 但黑的呢 它上面有这种黄色的斑 很特殊的 飞下来也很漂亮 而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它排的一列 最外一个呢 是全黑的 在这个 它的小翼鱼 有白金 是上面黑的 下面是白的 它的围桶 从棕红色到尾桶的时候呢 它变成蓝灰色的 尾巴是黑的 有很黄的 这个边 很漂亮 它因为一边六个了 两边呢 一共十二个 这个衣服劲啊 所以也叫十二黄 十二黄 跟它相类似的 要比它稍微小点的 也叫小太平鸟 这部分呢 是红的 那个鸟叫十二红 我们东北部 这个也常见 但是这个鸟呢 比这个鸟少一些 十二红少 十二黄比较多 它呢 基本是吃一个 种子啊 或小虫子啊 这样的 这个叫声也很好听 这个很多人呢 把它作为龙羊鸟 观赏鸟 很可爱 那么今天呢 我们画过它 给大家准备了 两个稿子 这个稿子呢 是红叶 所以我们原来是 红叶画过了 所以这次 我又准备一个呢 就是说 画的是银杏 银杏叶 也是秋天 昨天银杏叶 变黄了 这个鸟呢 是默然的 我现在从第一步 从钩线来 给大家说一说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 那你 有这一会儿 有这一会儿 对于是默刀了 如果你不 destru 我现在那种 你不要买了 你会不会买了